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 整个宇宙里面谁是最自由的? 整个宇宙谁是最自由的? 就是上帝了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上帝是最自由的? 上帝是最自由的 上帝的本质是什么? 祂是全能 全知 全在 有没有什么时候祂不能全在 祂在这边 不能在美国 祂是全爱的 有没有哪一个罪人祂不能爱? 有没有哪一个? 有没有祂不能做的? 不能的? 没有 祂是全善的 祂无论做什么东西 善意就是出来的 对不对? 没有人能够阻挡这位上帝 所以祂是最自由的 祂的自由不但是祂要做什么能做 祂的自由是祂能够把祂真正的本质 就是活化出来的 这位上帝最自由的上帝来的 各位 鱼最自由的时候在哪里? 在水 在海洋里面 对不对? 那个海洋里面祂无限的潜能 就是祂的尾巴都是因这个被造的 对不对? 就有 如果你把它放在鱼缸里面 它就是被限制 虽然也是有 对不对? 还是有一点自由 但是祂说不喜欢鱼缸 我要跳出来 祂挣扎 挣扎 祂要从鱼缸跳出来 如果祂从鱼缸跳出来 跳到一个祂旁边的水池 还好 祂的自由扩展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祂跳到地上 陆地了 祂的挣扎是反而带来 祂被捆绑了 对不对? 所以你问人的真自我 祂的无限的潜能是什么? 祂的真正的我 上帝照祂 有些人听到说 我的真自我是什么? 我是一个很喜欢科学的人 所以我要做science professor 所以当我做了科学家的时候 我的自我发挥到极限 我的孩子很喜欢踢足球 踢足球 你拿到世界杯 那个就是 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己 对不对? 现代的人很喜欢 其实他们不明白 自己是怎么被造的 你不是被造成为足球员 对不对? 你也不是被造成为科学 你是被造成为 成为 就是代表上帝的 上帝的形象 被造的人 在整个万有里面 只有人有这个能力 能够活出上帝的美德 反射上帝的荣耀 在万有里面 只有人能听从 听从神把上帝的公义慈爱 彰显出来 这个叫人的潜能 人的完整 他能够到那个地步 所以保罗走的是最靠近的 保罗是甚至 甚至他为着福音奔波 到最后他知道要被捆绑 被捆绑 还是要上耶路撒冷去 他选择这个很奇妙的 他的自由 他选择那个东西去 其实他是自由的 虽然圣经说他心胜迫切 心被捆绑 我知道无论我往哪里去 但是如果我不走那条路 好像我真正的我没有办法 因为主耶稣走过 我也走过 你们了解吗 这个是一个奥秘来的 所以当人这么做的时候 上帝放在他身上的 所有的特性 恩赐 都是会发展到极限的 都是发展的 我要把那个属灵的东西给各位讲 然后才跟各位讲属肉的东西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比如说我们看但以理的时候 很多父母亲 你看但以理 他是这么聪明 又成为宰相 这就是他的潜能 这就是他的真 不是 他的真正 上帝叫他 是能够听从这位神 他听从这位神的时候 神开启他的生命 发挥他的潜能到极限 所以他能够比一般的人学习 十倍更聪明 对不对 所以成为宰相 我每次跟我的孩子说 你的足球 你踢得好是还容易的 你练就可以了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最难的是你为主而踢足球 为主 你们知道吗 你一样东西好 你要为主做 我跟他说 你看Eric Liddell 他跑一百米 对不对 我每次讲他的见证 这个一个运动家 怎么 但是他的心灵里面是 完全的为主而做 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是最难的 这个是在神的眼中 如果你做一个运动家 最高的荣誉 你能够得到这些东西之后 其实你的心灵里面不是以这个为主 你是只有单一要是 听从主 你们知道 牧师每一个礼拜讲到的 我每一个礼拜讲到的 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 就是才能 对不对 有些人读书好 有些人运动好 有些人煮饭好 有些人各方面教导人好 好像人 我们人都是想 我能唱歌 我要弹琴弹得最好 我能够教孩子 我能教得最好 然后有一种满足感 对不对 但是其实 你到了你很满足的地步之后 你还是不满足的 其实这个终极是什么 你为着神来运用你所有的恩赐 所有的时间才能 你的心灵里面单一的信靠仰望 为祂活 这个就是人的最大的潜能发挥出来 所以只有人能够听从神 然后当人听从神的时候 一个最奇妙的特性 它发挥出来的是什么 就是爱了 因为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 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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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